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了他这个电话完了之后是一周内才是部长叶伦就要到北京了 接着也是在大约三周之内就要又把国务卿布林肯再派到北京 这样的密集包含他自己的电话等于说是连三个好球是很少见的 而且对于北京来说过去我们知道他才2016年他们展开了所谓的美中贸易大战 再加上2019年以后的印太战略都是支持北京 也就是说他把北京或把整个中国大陆视为他最大的挑战对手 现在呢他似乎有些改变了 您认为这些改变所谓何来 而他们这些示好动作真的是改协归正了吗 郭总编 欧教授说美国改协归正这个有点太早了 因为大家知道拜登是一个非常赤身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老谋生算 那他一方面大家可能说他觉得年纪大了可能不能胜任 年纪大的另外一个解读叫做老谋生算 所以呢他这次是主动的邀请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打电话 通电话 另外呢同时派出他的两位先后要派出两位得力的大将到中国去谈 特别是耶伦师傅的财经或者金融 这个财经金融经济这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助手 那么到这个中国来中美关系现在最重要的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显然最重要就是经贸关系 尽管美国通过各种的办法来这个围堵和遏制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发展 包括高技术的发展通过立法啊 各种方面来禁止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和中国大陆来进行合作 但是呢中美关系仍然他的这种经贸关系 这种结构性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存在 一年仍然有这个六千多亿美元的这个双边贸易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国双边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呢 拜登不是说改邪归正 而是面对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现在美国要大选 而他的这个选情 现在是处于和这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对决呢 二度对决呢他目前似乎处于下风 如何扭转这个局面 他要通过各种渠道 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中国的身上要拿分 那怎么拿分 政治上摆出强硬姿态 经济上呢似乎想要和中国来谈一些合作 那这里面呢 我相信这个老谋身上的拜登 在派出这两位干将到中国来 他是有一些要和中国谈 有一些筹码 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对自己利好的这样的元素 所以呢 包括言伦现在到中国 已经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访回来 他从第一站到了这个广州 然后再上北京 显然这样一个路线 是有他的一个盘算 因为南方 特别是广州 广东是中国现在经济 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温度计 到了广东 到了广州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情况 可以了解中国经济目前的 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 所以 拜登的这样一个做法 显然有他的 对于中国方面呢 他是有他的这个有所求 但是也有他自己的算盘 后代说 对我们看到耶伦是从广州这边进场了 那么您认为因为整个广州广东 他有很多重量级的这个中国的一流企业在 包含买酒才刚刚去参观过的 比亚里也好 或者是腾讯也好 来自于之前他们所打压的华为也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当然还有著名的大疆无人机公司啊 这也是首须一指的 您认为叶伦到了这个广东 广州这边呢 会不会他也安排行程去看 这个深圳这几个非常重量级的 国际级的中国创造力公司呢 您的看法 即使他想去 我认为中国方面呢 也未必 你想去看什么 我就给你看什么 那因为马英九不一样 马英九大家都是中国人的 是不是啊 马英九是中国人 这个自己人呢 你怎么看怎么看 你是美国的这样一个高层的 白宫高层官员 那就不是说你想看什么 就给你看什么 是吧 所以呢 我看到公开的报道 起码公开的报道里面 没有安排这样的行程 耶伦到了广州 说想跟商界人见见面 一些商界的一些领袖啊 特别包括美国 在广东的商界的领袖 见见面 我觉得这个是 那是比较正常的 他向这个 比如说商界的人见见面 座谈一下 了解一下 听听大家意见 特别是美国在广东的 一些商界的代表 了解一下 听听美国人他们怎么说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或者 对 那我们就关心下一个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 耶伦和任正非任老爷的见个面了 然后表示一下 他们打华为的这个动作以后不再打呢 还是美国基本调性仍然不会变呢 我想美国不会真的像您说的这个去鞋归正了 所以你想要这个他的这个基调 他的这个国策 这已经定了啊 那对中国的围堵遏制是不会啊 不会改变的 起码短期内不会改变 那见任正非 如果他想见任正非 我个人认为任正非 可能这个这个老头呢 他也乐意啊 他一直任正非的公开的发言 都是对美国表达一种欣赏的态度 是要向美国学习 那如果言伦来了要见见他 老头子可能会拿出他最好的茶 来请言伦喝杯茶 那你有什么 大家交流一下 我个人认为任正非不会拒绝 好 感谢郭总编非常深入 而且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